现在来教大家做地锅鸡 需要的材料有 味精 10克 之前做好的地锅酱 20克 等等 地锅油 250克 鸡肉把它长成块 1000克 开火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把下锅 然后把姜片 大蒜粒 放进去把它炸香 把香味炸到油里面 姜片和大蒜 炸到微微姜黄的时候 就把鸡肉倒进去 把它扁香 要不停地翻动 让它们均匀收热 炒到这个鸡肉 收缩发起的时候 就倒入干红辣椒 八角 香料粉 先翻炒一下 八角粉 来附中意 米紧记香辣酱 帝国酱 帝国酱是我们之前自己做的 要把它扁转 好 再热 咱们 让它们 炸到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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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倒入帝国酱油上色 完整视频造成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接着倒入帝国酒 现在倒入1000克高汤 用大火将它烧开 烧开了 大火烧五分钟 然后加盖 用小火焖十五分钟 好 时间可以了 揭开盖子 然后把千张 鸡精 全部倒进来 把它混匀 接着发出面饼 一边把它 拉长一点 拉薄一点 放到这个 够的边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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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子 用大火烧两分钟 然后转小火烧八分钟 好 定锅鸡就做好了